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我过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发展情况如何 有什么优势 发展趋势如何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郑伟民先生 为大家揭开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神秘面纱 郑教授您好 谢谢 近期中国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订单报单的话题 引发不少关注 武汉市五月底建成的第一个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刚开张就天天刻满 满负荷运行 目前预约已经排到半年之后 这个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算什么的 为何市场需求这么强 我先说下人工智能 有多种多样的应用场景 需求很旺 跟应用场景有关系 大概我把它分成了三大类 第一个类 我是图下检测 视频解释类 我可以用的 我们爱抛 医疗诊断 自动驾驶 这些都是用到这类的问题 它的核心问题是卷接网络 这是第一类应用 因为这类应用现在已经很落地了 已经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二类是决策类 比如说我们做交通的规划等等问题 这类应用也是非常好 已经有起到效果了 它的核心是强化学习 第三类应用就是自言语言处理类 搜索与推荐 智能人工智能接口等等 核心是我们Transformer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类问题啊 自言语言处理问题呢 我直接说几句它的应用情况 语言翻译 把中文翻译英文 英文翻译日文 它来做 自动回答 它都有一台机器 能工智能机车机 你问它什么问题 它都能回答 我们就马上去下车的机器 本子又飞到大车型了 生成文本摘要 你给它一篇文招 它给你摘要写出来了 还有操作 你给它三句话 它想办法把你写成了 50级的电视连续句 塞蛋类应用 需求很旺 你知道大家都需要能工智能机器 你知道把要用机器 排队就排到半年以后去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谢谢郑教授 目前流行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与传统数据中心有何不同 日前工信部印发了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这其中提到的新型数据中心 和人工智能是一回事吗 传统数据中心啊 主要有通用CPU架构的极权构成了 随着呢 近几年推着能工智能的发展 数据中心呢 也直接包括了很多具高性能智能算列的 比如说GPU 或者能工智能加速器的机器 意思我们说 一般说来 能工智能计算中心是什么东西呢 主要有具高性能能工智能算列 GPU 或者能工智能加速器的机器组成的 可以说它专门来处理人工智能应用问题的 意思我们说数据中心啊 覆盖面可能更大一点 现在这个人工数据中心里面 既包括我们传统的算列 也包括人工智能的算列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都属于新基建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大规模建设 人工智能大数据基础设施 有人说未来人工智能算列会像水和电一样 成为公共基础资源 对此您怎么看 中国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有哪些核心优势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技术自主水平如何 哪些关键技术被国外垄断着 这样全球公有用的发展 市场发展情况来看 通用算列和人工智能算列 都是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 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过去我们通用的算列是基础设施 现在我把人工智能算列 而作为基础设施 而发的够融绕了 真的被越来越多的用户认可 因此我们要注意到 算列作为基础设施 需要瞎关的数据 我就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把机器 包括普通的机器 包括人工智能机器 都发的融绕了 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注意到的 不少行业的数据 隐私性和保密性 对其扫云 就把发到融绕去 能有很大的卸质 就是我们把普通的算列 人工智能算列都发的融绕了 还有一个脑 你怎么把数据也发的融绕了 这个脑是有非常好的 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主要优势 是政府主导投入比较多 对于实产化运行 整体能工智能算列基础的 软硬件的技术水平 而自主口控程度上 还有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编程框架 以Transformer HS4 Organov Epitouch为主 智能计算芯片方面 我们华为 升腾和海5G 这人工智能 算列的体系结构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呢 受制于先进的芯片的制造 或者软件生态环境道 仍然有invidia的产品有明显的差距 需要 要尽快的发展 好 谢谢郑教授解答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订单报单话题之外 近期彭承实验室的大科学装置 彭承云脑2 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奖项 也受到业界关注 作为新基建 他们可以为科研创新项目 提供哪些强大支持 在赋能行业应用等方面 有哪些价值 我先说说呢 在科研创新方面 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是什么呢 HPC加AI 就高性能计算 加上能工智能 基本上算不出来 它计算量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呢 把人工智能的问题放进去了 一下子就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HPC跟AI结合的一块 是我们创新的一个非劳明显的优势 这是科研创新方面 赋能行业方面 我们这个过好过业来说 彭城实验室可以为智能 智慧城市提供强大的能工智能算列 存在智慧城市应用中的智能交通 智能公共卫生等功能 彭城行业 也开展了一带一路的语言的自动翻页 我一带一路在那提供了我重要的支持 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呢 大模型方面 我就搞得说智慧业处理模型方面呢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但是呢 具体应用领域还在那我态势中 好 谢谢郑教授解答 各界都认为 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智能转型是必修课 但目前中国产业主体存在着发展着力点分散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政府统筹建设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是否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转型路径 大规模集约型基础设施 有哪些独特优势 目前呢 国际政府在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 有很大的集结性 对本地的产业的人工智能辅能 应该说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是呢 我日常看应该注意到了 应该注意到应该自由的风险本地产业 人工智能化的路径和机构 不易闹 意味着追求闹 好像应接的规模 要呢 大规模集约性的基础设施 主要在完成超大规模模型的训练方面 起到关键的作用 就是人工智能训练方面 但人工智能算法的规模大小 十分有局限性 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当前国内掀起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热炒 有二十多个城市 在规划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运营 和落地情况如何 我觉得从武汉和彭城县市 云老二经验来看 目前人工智能中心的运行情况还是很好的 需要排很差势的队 才能用到这机器 也体现了国内对用户 对人工智能算力的强劲的需求 需求很旺 一直有排队 就是一直呢 我觉得我们借一个人工智能计算机 为道地的企业 为道地的研究代位 为高等院校进入炒新赋能 都会讲大作用 作为各方资源极度聚合的庞大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之后的运营 同样是一大命题 在这点上你有什么建议 如何科学运营才能让各地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发挥出巨大价值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有哪些运营评估维度 我觉得特别要注重数据治理 因为算力提供了 数据怎么提供 因为现在我们学的个人隐私法的出台 对数据的使用呢 增加了很多呢和规性的要求 一直作为地方政府来说 你主导介绍了智能算力中心 除了算力以外呢 你有没有可能提供重要价值的下关数据 如果既遵守个人隐私法又能够拿智能算法 获得所需要的数据 是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运行的一个大课题 另外一个呢 运行要注重财富上的口持续 什么意思呢 一定有收费运行 谁来上用一定是交钱的 我们避免用户无差大量使用资源 这样看起来利用率很高了 它还多用嘛 很可能算的东西没有价值 因此呢 对特殊的用户来说 你可以呢 发放了即时券方式进行改进 这方面呢 过去不少参赛中心 比如刮州超赛 无锡超赛 已经有很成熟的体系 可以介入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 运行评估了很多猜数 有了利用率怎么样 投资回报率 功耗 以及下应了应用的效果等等 我其中利用率呢 我多数几点 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利用率是最好的 因为利用率越高啊 因为它作业排查队时间就越长 一直一般来说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利用率 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的 结合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 您认为未来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发展方向如何 会不会在一段时间的建设爆发期后 又转入冷淡期 人工智能与产业的结合高高开始 我对人工智能在高好国业的应用扩展 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认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我们科业的创新 对企业的赋能 对人民生活的改改善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面临哪些难题要啃 哪些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密切相关 预计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中国的基础理论和算法很难抬优势 但是基本上可以跟随第一梯队 就是国际上第一梯队我们跟着 就是美国人提出来的算法和理论 我们很快能够跟上 并加以改进应用 这是我们国家的现在情况 整个数字机的中央 除了硬件的芯片制造业这个产业 就是制造芯片产业 我想特别强调中国的基础软件方面 还有很多可需要补的 我们现在大量的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 人工智能变成框架等等 不是自己从头构建 而是在开源技术上修修改改 应该说能够在开源软件基础上 经大量修改 已经证明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对我国数字机构的自主化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如果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话 我提出了一个什么 必须拥有自主从头构建 先进的基础软件的能力 这里的先进是指导 我们构建的新软件 要比现有的软件 这些性能和功能都有代差的优势 就比人家好十倍、二十倍 这方面呢 采计在华为的鸿蒙超的系统 Mindsport的能工智能变成框架 我们许事件呢 清华大学这些时需数据库 图计算系统、成组系统方面 也去了一定的进展 我们期待呢 国内的产业界和高校 能够更加重视 重视啊 从头构建先进的基础软件 为中国和世界输入产业界提供了 更多革命性的基础系统软件 二十倍 我们有这个能力 希望呢 通过这么一个办法 来改善 来改进我们国家的 IT行业的情况 好 非常感谢郑伟明院士的解答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